那麼我們剛剛錄好了之後呢 你要因為難免會有什麼 有多錄的 對不對 而且呢 萬一錄的不好你可以把它刪掉 對不對 來我們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動作 好要麻煩各位老師看一下 我們現在是不是都 中間這裡有一個時間軸 下面這裡 你先點一下 就這一條上面的任你們的位置 你不要點到下面喔 就點到這上面 我們的那個時間軸會跑出來 時間軸有沒有那個跑出來 有一個這個指針 這個位置跑出來 它預設並沒有出現 那你出現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好我來看看 我剛剛前面好像沒有錄好 所以我就把它 這裡 有沒有看到左右有兩個 小小的 你就可以來指定範圍 從這邊 往前拉 假設我前面這一段 你可以選擇要或不要 當你框起來之後呢 您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就亮起來了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就亮起來了 你針對你現在不要的 就是你現在選到的這個範圍 你可以選擇我是不要的 或者是這一段是我要的 其他不要 你就選右手邊這個 這樣應該很清楚吧 好所以就看你 看你齁 那但是呢 我建議各位就是 你在做這個之前 因為有的老師錄的時間比較長 錄的時間比較長的話怎麼辦 你要先讓它時間軸可以縮放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放大鏡 這個是時間軸的放大鏡 時間軸放大鏡 你看喔 如果我現在放大一點 比如說老師錄的時間比較長 這一條是會拉很遠 對不對 所以通常我會把它按第三個 第三個的意思就是 不管你時間多長 我自動縮放到可視範圍裡面 有沒有 我就把它縮到可視範圍裡面 這個是第三個的功能 這個 第三個功能 所以我利用這個方式 我會比較好掌控 我的影片到底在哪裡 當然你要比較細的編輯 這個時候 就需要放大一點點 好就需要放大一點點 但是一般性的 我們大概是這樣 這樣用應該還OK 所以 假設我到這邊 因為我要講的是配購嘛 所以我就 前面這段我不要 我先把它框好 好 從這邊 那我 這一段不要了 我就把它按叉叉 有沒有前面就不見了 現在就只剩後面這一段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大致上是像這樣去使用 那麼 您可不可以再繼續搭配什麼 頭語片 可以啊 比如說我現在進來了 我給它加上一個什麼文字 好 你看一下 它的文字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的感覺 對不對 是不是跟我們all的裡面 差不多裡面都一樣 你要加文字就用這個 要加一些基本形狀 這邊有 好 這邊有 所以我可以從這邊標題 點一下 這裡會出現 有 出來了 好 一個文字在這裡 點到它 上面會有一個工具列 我把它 有有有 出來了 你就把那個字的大小設好 把它選起來 把它設好 好 當然你可以插出圖片了 那我這邊先單純一點點 先單純一點 我就放這樣 那請問一張投影片會放多久 好 因為我們現在播放準據就是這一張播完了 是不是在播下後面這個影片 一張投影片會播多久 來我們看一下右手邊 你看右手邊這裡 右手邊有一個定時動畫 我看一下 這裡 看到了 來 來 定時與動畫有沒有 你看 這一張投影片 預設的時間 是3000 但是單位 看一下 毫秒 所以 1000毫秒等於 一秒 所以一張投影片播多久 三秒鐘 三秒鐘 那當然因為我們後面是影片嘛 所以自然它就是影片多長就播多久 播多長 所以投影片這個播了三秒鐘之後才進到這邊來 這樣會不會的 那記得我剛剛講的 點到上面這個 先點一下 這個 這一條時間軸才會跑出來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剪接 那還有一種情形 我們剛剛用的是什麼 是不是框一個範圍對不對 還有一種情形是這樣子 就是說 假設我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發現了 其實我中間應該要插一個說明進來 那這個時候可以怎麼用呢 你看喔 我在這裡 雖然我沒有選範圍 可是它的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可以切開的 有沒有 可以切開 也就是說我錄影雖然是連續錄影 可是萬一中間我少錄了 我可以在這邊 再補充說明 或者我發現 這邊同學 常常有問題 我就把它切開 有沒有 變得一分為二 可不可以拉開 好像刀子一樣 你把它切開之後呢 我在這中間 你就可以再補上您需要的內容 這樣有了解的嗎 所以你看我把時間移到這裡 有沒有 這裡現在就空白了 講到這邊 然後就空白 然後後面再繼續下去 所以這個是我們大致上 就是您錄影基本的剪接會需要用到的一個方式 那我就把時間先還給老師囉 等一下我們來看 您做好基本的剪接之後 怎麼把它匯出來 那如果說您需要簡報的內容 你要從PowerPoint叫進來 就從這邊進來就可以了 那 如果你需要PowerPoint的畫面 不過我要提醒大家一下 PowerPoint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那種習慣 就是喜歡做動畫 或轉場效果 如果您有做那些東西 會進來那些都會不見 它就是單純的 就是好像幫你簡報拍照這樣子而已 就是一張一張的 所以 如果說您進來 有裡面有那些東西的 可能您需要先移掉 比如說有些人他會習慣說 一進來全部都是空白 然後才可以一個一個出現 有沒有 那那種方式 就變成你要先把原本 簡報裡面動畫移除 不然他就只會排最原始的 就一開始進來那一張 一開始進來那一張 好來我把畫面還給老師囉